方向上成为一条直线,万佛顶上昔日有明朝正德年间所建的文书庵。 峨眉山是佛教圣地,四贯之多为其他名山所少见。 清代四川才子李条元的峨眉山附中就说过, 大峨山中有三十六四七十一安,可见是佛教极为新圣之地。 由峨眉最少要有两天时间才能领略山中的奇秀,同时欣赏大自然的风情。 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九华山位置在安徽省青阳县的西南,属于黄山山脉的支脉,占地面积达一百二十平方公里。 由于风风相连,共计九十九座,故而名为九子山。 九华山的历史呢,可以说是渊源流长。 在战国时期,这儿是楚国属地,屈人曾经在此地九年而不复,秦汉时呢,至临阳县,到了唐朝九子山的雄壮旗尾,被誉为是东南第一山。 诗人李白游历九子山后,写下《妙有风二气》,临山开九华的赞美诗句。 九子山便改名为九华山。 九华山能成为佛教四大名山,地藏王菩萨的道场,应该从一位新罗国的王子说起,他的俗名是金桥爵,二十四岁时剔度出家,唐贞观四年渡海来到大唐。 最初呢,他只是随处的参访,游化之后,来到九华山,攀登而上,剑山谷间有一处平地,就在此地劫卢苦横。 经过好几年的时间,青阳士山无用之,率有游山,才发现一位中年和尚,闭目静坐,进入禅定。 于是发心护驰,开辟荒地,伐木为巫,为他见似居住。 这就是华城寺的前身,而现在呢,则是九华山历史文物馆了。 根据记载,金地藏身高七尺,有两百多公封高,力荡无穷,可抵百人。 这柜中珍藏的鞋羽帽,是属于金地藏的生前植物。 这只地厅呢,是金地藏身边的白犬。 华城寺广场前的娘娘塔,是纪念金地藏之母而建。 金母远从新罗国南下,找上九华山,欲劝爱子返家。 结果金地藏呢,在这台上专心念经,度化母亲升天。 在九华山地藏王菩萨身边,常看到两尊塑像,是闽宫父子二人。 在唐朝时,九华山原为明老所有,对地藏比丘十分敬仰,愿捐献土地为建寺庙之用。 于是询问地藏比丘要多大之地。 地藏比丘回答,只需一片袈裟之地。 结果地藏比丘将袈裟一洒呢,竟盖满整个九华山。 闽宫一剑扑余地,拜地藏王为师,跟子一同出家。 当年,地藏比丘的袈裟,能盖满九华,适得四只凤凰,闲着袈裟四脚,往四方飞去锁住。 后来凤凰先来一子,陆地结成凤凰松,他成为九华山的一旗。 离开闽园的凤凰松,有十阶攀岩而上,这就是通往天台风的主要山道。 天台风高一千三百二十五公尺,山势陡峭,景色归立,沿途妙语伶俐丽。 而有关地藏王菩萨在此山念经修行,诸佛接引的传说到处都是。 前程佛弟子来此朝山,都是三步一拜,跪行至天台山。 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,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,众生度尽,方正菩提。 他的慈悲心愿不知感动多少佛家弟子,而拜到座下,学习菩萨的悲愿,服务众生。 在天台风下有一平台,相传这是地藏菩萨,在这诵经之处。 当时天台风尚无人烟,只有野兽出没,相当危险。 尽管如此,经地藏依旧是日夜浅心诵经,只求心正菩提,而无视外界变化。 虽经风雪双降,终不改旗帜。 这种一心不乱,专心诵经的愿行久而久之,竟在这岩石上留下双足脚印。 想客们进入拜金院双香都会脱下鞋子,用自己的双足踏上岩石足印,以表达心硬地藏。 有人求地藏菩萨给予加持,而有人呢,则是感佩菩萨求法的恒心跟毅力。 离开拜金院,往下行数十台阶,但见附近岩石各具形态,无一而足。 这儿山石奇特,处处充满了灵气,无法言喻的。 从西殿楼窗往外俯视,有一座骑石耸立在山崖上,酷似观音佛像。 故而在清朝初年有僧人,在此地结卢为寺,浅心修行。 到了光绪年间,住持僧本加以扩建,增其旧制。 民国二十八年,住持龙泉,又重修寺院,而奠定今天的宏伟规模。 离开拜金院,登基而上二十多公尺,到了天台正顶。 相传经地藏,曾经在这里清修,也与僧徒讨论佛法。 这儿山高风起,时有大雾,冬季深雪埋地,飞鸟蓝镜,是一处断尘俗觉清净之地。 天台顶上建似,早在宋朝时,后来无故被毁气了,明朝火舞年间曾经再重建。 游四后院跳呢,有巨石独立于封顶,两边垂直,石头上仅容一人通过,名为一线天。 过了一线天之后,来到九华山,骑时布满的花台景区。 花台景区呢,是由花岗岩组成的,由于这种岩石并不坚硬,基础薄弱,易受风化影响。 切割断裂成其风一时,形成这一带,险风如剑,怪石错额,幽谷深邃的地貌景观,而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击。 避藏比丘,金桥诀,在九华山一共是住了七十五年。 唐真元十年,西元七百九十四年,七月三十日,涅槃元吉,逝寿九十九岁。 地藏比丘元吉之后,坐钢三年,开钢时,颜茂如生,僧徒们将肉身贴金之后,修塔供奉。 这儿就是地藏比丘的肉身宝殿,当年地藏肉身下塔之时,此地出现圆光如火,闪亮九华山,久久不灭。 世人视为地藏菩萨事件,而后,就遵九华山为地藏菩萨的道场。 地藏菩萨软吉以后的话,就造了塔,就把南方这个塔里面去了,往方塔面也去了,你不会开了,你都不会开,你开了,你开把这个塔破坏了。